回忆了一年的明星大侦探节目终于回归了 第七季的节目更名为大侦探 常驻阵容进行大换血 首期正片于2月10日上线 从观众们的反响来看 这档破案综艺质量一直在线 仍旧颇受观众们的好评 首期节目应用了童话主题 情节设定跌宕起伏 全念四起 单看上集简直吊人胃口 上下集集中看 无疑才是最正确的操作 虽然几集园 老撒贝宁的退出坐时 一时间让很多观众抱有遗憾 饱有怀念 索性该档节目灵魂人物之一的何炯 依然坚守岗位 仍旧活跃在观众眼前 这一幕还是很让人动容的 再加上由他带领的新的常驻阵容 嘉宾们也全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 所以新常驻之间的氛围 还是让人倍感温馨的 王欧 杨荣 张若云 大张伟 魏晨 乔振宇 七威 以及吴欣 各个都是搞笑的能手 破棄案来 也全都是智商在线 让人大呼过瘾 首期节目 除了案情引人入胜之外 常驻嘉宾之间的搞笑互动 也是一大看点 节目播出当天 一则名为 魏晨说我们再赃有大张伟 当妈的词条 登上了热搜 相应的综艺画面 也是让人笑破肚皮 由节目的气氛担当 节奏的把控者何炯抛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新人魏晨静完美街上 平日里能说会道的大张伟 居然惨成笑柄 一时间 这段互动还上了热搜 成了全网的笑谈 应对本期童话学院之毕业季的主题 大张伟扮演野人 与其他嘉宾光线亮丽的 童话人物形象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镜头中大张伟的野人造型亮人眼 只见他留着一席洗剪吹的发型 竖着两个脏便 穿着不伦不类的衣服 虽然与童话人物形象相比较 还原度极高的样子 但真人版的野人 竟像急了早前走红网络的西利哥 用网友的话来说 大老师这个造型绝了 生动演示了 什么叫人当巨货 毕竟是荡破案综艺 嘉宾们都想把自己与案件撇清关系 段子手何炯首先上线 以自己和小何侦探为童话学院新生为由 表明自己的干定人设 为此他还不忘吐槽了一番其他的嘉宾 校园他们非常脏 新长柱未尘也不甘示弱 顺着谐音梗 拉着大张伟垫背 说出了我们再脏有大张伟脏麻的话来 一向牙尖嘴利的大张伟也被对得没了脾气 蹲在地上扮成乞丐 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重复在对方的一张利嘴下 也是甘拜吓风了 网上对于这段综艺名场面的评价很高 有网友反应 看到大张伟与魏晨的互动 让他突然想起了白静廷与撒背宁曾经的互对画面 白静廷与撒背宁 曾作为明星大侦探的收拾法宝 俩人贡献了很多报销场面 某集节目中撒背宁缺席 白静廷仍不忘把罪名夹在他的头上 然而俩人在一起打打闹闹之余也互相欣赏 一事一有 一档综艺节目中能够成就这样一番友谊 无疑让人动容 或许魏晨与大张伟的这次热搜 也是节目组的有心直举 是想要成就下一个白杂组合吧 不得不说 近两年老牌节目正走向没落 快乐大本营的无限期停泊 天天向上的长度阵容 现在也只剩下了汪涵一人 这些陪伴着我们走过青通岁月的综艺 已经跟我们告了别 眼看着大侦探也走到第七季了 不知道这档节目还能陪伴我们几年时光 终归物是人非 但留给我们的美好回忆永远都在